隐匿深山 假面生火 它频频更换手机号码的背后 有核引擎 这个情况太反常了 听信传言买来实用 多名群众收购野生梅花露制品 惹上麻烦 这次发生以后我挺后悔的 不管是什么野生的 什么饲养的 就不沾边就好了 隐秘的山林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到 2021年初 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 浑春森林公安分局 在对一起涉嫌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案件 进行侦办时 有人举报 假信子勾看护林蛙养殖场的王平 有猎杀两只野生梅花露的嫌疑 他家里边没有什么经济收入 他是从外地搬入到浑春林区的一个百姓 他老家是山东的 到浑春林区生活之后 没有什么具体的买卖或者工作 经济来源没有 长期生活在林区 我们就怀疑他不可能只猎杀这两只梅花露 几经侦查 警方将王平抓获归案 经过审讯 王平陆续交代了 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犯罪事实 据王平讲 2020年4月至2020年10月 他在养殖场周边包米地 林区等地 利用逆变器 俗称电猫 布设电线的方式 非法猎捕了16只梅花露 一头野猪和两只袍子 2021年5月15日 浑春森林公安分局 将为王平销赃的 山沟和鱼店老板闯银龙 及其妻子小雪抓获 闯银龙到案以后 这公安机关的前妻调查 也是拒无配合 一口否认 我这个就是在路上买的 在哪哪哪路上买的 你们可以核实 根本就不提防平这个人 在小雪的手机里 侦察人员发现了一段 王平肢解梅花露前 闯银龙拍摄的视频 通过这个视频 允许攻破了 闯银龙的心理防线 就在侦察员们以为 王平非法狩猎案 即将告一段落时 一条新的线索浮出水面 一个村民告诉民警 王平不是一个人作案 非法狩猎时 他还有一个帮手 侦察员听到这个 消息以后都非常振奋 因为王平自己实施的 这些猎捕行为 的确挺难的 因为他的岁数 在那儿放的 64岁 虽说身体健康嘛 带一头鹿 七八十斤值一百斤 自己想把鹿分解了 的确挺难 一个名叫李刚的人 浮出水面 但是对于李刚 协助自己猎捕梅花露一事 王平识口否认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通过了解 警方得知 李刚是2019年到养殖场的 在夹信子沟 他帮王平看护林蛙厂 很长一段时间 二人吃住在一起 但是冬天来临 李刚就不干了 如果李刚有协助王平作案的行为 不可能发生在他离开之后 极有可能发生 李刚在养殖场帮工期间 那么这就意味着 王平猎捕野生动物的时间 就不止发生在2020年了 一个知情人告诉侦察员 李刚是2019年4月 到夹信子沟帮王平看护养殖场的 因为李刚不要工钱 只要酒馆吃住 王平把李刚留了下来 除了王平 他的家人也认识李刚 很快警方就掌握了李刚的体貌特征 李刚身高1米6 头上有刀浅浅的疤痕 而且是短头发 据知情人讲 李刚应该是山东人 他和王平一样说话略带山东 JA Od犯了 1914 10 E 10 10 20 っていう 1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现他只跟两个浑春市静信镇的居民有电话联系 这两个人都在建筑工地打工 侦察人员顺藤摸瓜 2021年6月15日 在浑春市静信镇一名建筑工人的家中 警方锁定了李刚的踪迹 让人意外的是 到案后李刚始终三间其口一言不发 为了打破这个僵局 侦察人员采集了嫌疑人的指纹 送往上级公安机关做技术比对 很快他们就有了重大发现 发现李刚是在逃25年的杀人逃犯 把他25年前所犯下的杀人罪一说出来以后 李刚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家庭住址和所犯的违法事实 李刚原名郭来臣1971年出生 吉林省磐石市朝阳山镇人 25年前郭来臣和同村的李某去看戏 因为喝了酒 看戏过程中与康某大打出手 身材瘦小的郭来臣吃了亏 他顺手抄起路边的一个棒子 打在康某的头上 康某倒地不起 郭来臣和李某逃跑了 他们没赶回家 在附近的山上 二人躲了几天 当听说被打的人不治而亡后 郭来臣和李某踏上了逃亡之路 案发后不久 和郭来臣一同打人的李某被警方抓获 而郭来臣一直复安在逃 因为他知道浑村煤矿资源非常丰富 而且在煤矿干活 也不太查个人信息 只要吃苦力就可以 最后他跑到了浑村市 郭来臣先是在煤矿工作 然后又去了哈达门乡东北部的林场 长期居无定数 以打鱼摸虾和干体力活为生 在逃亡的25年里 郭来臣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王平被抓后 郭来臣很快得到消息 他立刻离开了邻居 并与马蒂达村的所有熟人断绝了来往 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接连换了五个手机号码 但是还是被侦察人员找到了 李刚交代完25年前的命案以后 又交代了他与王平 在马蒂达村夹杏子沟林瓦场 实施的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这个行为 2019年郭来臣来到夹杏子沟 因为这里地处深山 平时很少有人来 他决定在这里停下来 当时的李刚是在逃亡 自己居无定所的 他只能找一些深山老林的看护房进行居住 这样才是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所以他自己直接找到王平 说我在你这打工行不行 不要工钱 然后你就管我吃住就行 这个条件王平欣然接受 很快郭来臣发现 王平有捕猎的嗜好 因为要养家 他时不时借此补贴家用 为了讨好王平 郭来臣给他帮了三次忙 也是使用逆变器 然后连接电瓶 布设电网的方式 猎捕杀害的 并且一起对鹿的死体 进行分解扒皮 然后将鹿皮跟内障进行掩埋 鹿肉 鹿心 鹿边 鹿尾 都是由王平处理的 看到王平如此疯狂地偷猎林子里的野生动物 郭来臣有点害怕了 冬天来临时 他借故离开了养殖场 郭来臣归案后 王平最终也交代了 他伙同李刚 也就是郭来臣 猎捕梅花鹿的犯罪事实 在19年 他伙同李刚 不列三只之外 他还单独不列了三只梅花鹿 自2019年5月 至2020年10月间 犯罪嫌疑人王平 在浑春林业局三道沟林场 马迪达经营区内 使用逆变器 布设电网的方式 非法猎杀野生梅花鹿22只 其中 王平伙同郭来臣 于2019年 共同非法猎捕梅花鹿3只 其间二人多次 共同使用了野生梅花鹿鹿肉 非法捕猎这个案件 最大的难题是取证 必须得有证据 能证实 它捕猎的是野生梅花鹿 也就是说 必须得有22只梅花鹿的尸体 或者局部的器官 或者是毛皮 这些来证明22只梅花鹿 根据嫌疑人的供述 2021年7月12日 侦察人员第六次 带着犯罪嫌疑的王平 来到了林蛙养殖场 在他的指引下 警方开始查找 掩埋在地下的野生动物残骸 因为时间久远 它这个河水也涨得太大了 我们只是在现场 提取了一些谋划 和高度腐败的一些路的残骸 王平列上很多只路 具体它把这个路的残骸 掩埋到哪个 什么地点 我都现在它有的说不清楚了 但直到这片区域 但从动物毛皮及腐败程度看 这些残骸应该是 王平早期掩埋在这里的 经过六次挖掘 警方共提取高度腐败的 动物皮毛骨骼等剪裁 72件 经国家林草局 野生动植物检测中心鉴定 除四件剪裁 系野猪和袍子外 其余均来源于野生梅花鹿 但由于检裁时间久远 有些已经高度腐败 根本无法进行个体鉴定 这就意味着 警方不能从这些提取物上 确定嫌疑人的猎杀数量 证据固定遭遇困难 异地追赃 案件能否出现转机 22个路尾 来自于不同个体 隐秘的山林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案 大多发生在野外 案件存在发现难 取证难 侦办难等特点 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取证工作上 物证往往因为时间久远 或被实用等原因导致灭失 这些因素将直接影响到 案件的性质和判法 因为无法从管护房周边 确定王平非法捕猎的数量 办人员只好从销赃环节入手 寻求突破 通过外围取证 外围摸牌 发现了他主要的一个买家 叫闯银龙 他夫妻二人开了一个三沟河鱼的这么一个店 主要就是销售在我们邻居捕捞的这些冷碎鱼 或者一些野生鱼类 但是同时 王平说捕猎的鹿肉 鹿心 鹿鞭 鹿尾 绝大部分都卖给创世夫妇了 2019年 闯银龙到夹杏子沟收购淋巴 他结识了看护养殖场的王平 虽然当年王平已经开始猎杀野生动物 但他并没有把猎捕到的鹿制品交给闯银龙出售 直到2020年7月 王平才和闯银龙提出销售意图 因为非法猎杀野生梅花鹿的成本较低 王平出售的鹿制品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 鹿肉以15块钱的价格收购的 鹿心 鹿边 鹿尾 因为大小不一样 价格在50元至800元之间不等 为了逃避打击 狩猎得手后 王平只将梅花鹿的鹿肉 鹿心 鹿尾 鹿边 卖给闯银龙 鹿皮和剩余内脏被包裹起来 掩埋在管护房周边的地里 自此 二人形成了一个 其非法猎捕 收购 贩卖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利益链条 这个三个国家店的老板 又将鹿心 鹿尾 鹿肉 鹿边 分别销售给了昏尊市 其他人员 不少经常光顾这家和鱼店的顾客 成了犯罪嫌疑人销售违禁品的对象 它这个鹿肉销售得非常快 卖得非常好 因为它卖的鹿肉20块钱一斤 比猪肉都便宜 所以说昏尊市民知道有这个了 大家就去买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20年底 那年12月 在夹杏子沟看护另一个 林蛙养殖场的刘峰被抓了 听到风声 王平十分害怕 王平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他存在手里的鹿子皮 八颗路心 八个路边 还有八对鹿角 四余个鹿尾 尝到了昏尘市哈登门乡桃源洞 一个山上去保存 王平提心吊胆地过了几个月 公安人员并没有找他 于是他的胆子又大了起来 他把那个山上的鹿子皮 再背回到了自己家里 放到了自己冰箱里 之后然后那个一并销售给创摩 2021年4月 也就是案发前夕 闯银龙从王平手里 收购了八个鹿心 八个路边 十九根鹿尾 落网后 警方根据闯银龙的供述 立即对这批鹿制品的去向 展开追查 闯银龙在王平手 收购了这个野生制品后 分别将鹿心 鹿边 鹿尾 卖给了昏尘市的几个群众 然后将大部分的鹿心 鹿边 鹿尾 卖到了安徒县 松江镇 范某手里 范某是闯银龙的一个客户 在安徒县经营山货店 他一直从闯银龙的合余店 购进林蛙 闯银龙的妻子就向范某推荐 说这个我家有鹿尾 你这腰不好 鹿尾可以治病 据闯银龙的妻子小雪讲 因为二人相熟 他知道范某经常腰疼 在小雪的努力推荐下 范某动了心 范某二话没说 以每根一百元的价格 把闯银龙夫妇手中的 十九根鹿尾全部买下了 这一次范某问起了路质品的来源 小雪以从路场进的围由 搪塞过去 范某将路心和路边全部带走了 为了固定王平 非法猎不撒害野生动物的证明 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到了安徒县 在当地公安人员的协助下 办案民警第一时间找到范某 范某当时拿着这些东西 全放到自己家的冰箱里 一个也未实用 十九个路纬 八个路心八个路边 完整地被公安机关扣押了 扣押回来 这样呢 王平的这个案件 实质证据就出现了 办案什么东西了 路纬 还有路心路边 路心路边 这些东西呢 是那个范某我们公安机关提供的 侦查人员将王平最后一次 交给闯银龙的路制品 全部追回 据嫌疑人交代 自2020年7月至2021年4月 他多次收购王平 非法猎杀野生梅花路的路肉 路边 路心 路尾 王平从中牟利 一万七千五百元 随后 闯银龙夫妇将非法收购的路制品 对外出售 非法获利六千余元 还有一些王平卖给了个人的一些路心路边 我们也进行了取证 那些都是个人吃了 他们不是以牟利为目的 就是个人为了治病啊 都说这个野生的路心 对身体好 或者路尾 对身体好 个别的一个两个的 我们也进行了取证 从石刻余某和王立安手中 侦查人员又相继缴获三根路尾 从银龙肖杖最远的位置是 销售到江西锦德镇 为了核查这个现象 民警不远万里来到锦德镇 调查取证 在追查路制品去向的这个过程中 警方先后抓获了四名 涉嫌非法收购 野生梅花路制品的犯罪嫌疑人 依法追缴野生梅花路制品 三十七届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 森林公安成功侦破了 这起特大危害珍贵 宾威野生动物案 在此案中 犯罪嫌疑人非法猎杀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梅花路 二十二只 数量巨大影响恶劣 浑春森林公安分局 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八人 破获刑事案件五起 彻底打掉了这个级 非法猎捕 收购贩卖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产业链条 2021年9月28日 吉林省浑春林区基层法院 开庭审理了 王平等人的非法倒立案 经过审理 法院判决被告人王平 犯危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 犯非法狩猎罪 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被告人共同猎杀野生梅花鹿三职 系共同犯罪 在共同犯罪中 被告人王平其主要作用 王平的同案 也是李刚 判刑是8年 杀人案直接移交给 潘石市公安局进行处理 闯银龙判了是10年6个月 被告人小雪犯危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3年 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通过这起案件 我们看到仍有一些人 在挑战生态红线和法律底线 该案的案发地 位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内 对野生动物种群的繁衍栖地 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案件的破获 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起研 消除了社会不良影响 在这起非法受敌案中 和王平等被告人同时受到惩罚的 还有几名时刻 王小生就是其中之一 王小生居住在浑春城里 因为距离闯市夫妇的山沟和鱼店较近 他常去店里买鱼 2020年7月 王小生第一次在山沟和鱼店 买了违禁的鹿制品 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然后买了这些肉 去的感觉 他说这是狗肉 其实鹿肉我们也不太懂 所以说一说这鹿肉 咱们这个感觉挺稀奇 这个东西肉 不是谁都能随便吃到的 他说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 这个他不用说家养 谁家说卖肉啊 卖鹿肉这个的 再说他也不是卖鹿肉的 他没有路上 在我想最果的相信当中 就不用寻找 那肯定是野生的了 这里的鹿肉 不仅能满足王小生的口腹之余 价格上也比其他肉类便宜 每次闯银龙进到货 得到消息的王小生 总是抵不住诱惑 便宜啊 你买了多少呢 就买了三四斤那样的 放在货架上销售吗 不是放在货架上销售 它有个保温箱 搁在保温箱里边 卖个陌生人吗 不会卖个陌生人的 因为这个东西 要是你做这个事 你也不会卖个陌生人 因为都经常上边去买东西 熟悉他才能卖 因为信赖王小生 床室夫妇才把录制品卖给他 正是因为这份信赖 王小生也牵涉暗中 2021年12月28日 浑春林区基层法院 判决被告人王小生 犯危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四千元人民币 另一个时刻 孟建平竟与王小生不同 他恰恰是因为信赖店家 才让自己陷入违法的境地 那天正好我 演技来了几个朋友 我上他家买那个鱼 我鱼都买完了 书嘛准备要走 他媳妇管我叫书嘛 他说你帮个忙呗 我说啥事啊 他说我这有个路线你要不要 孟建平是一名退休教师 听到小雪的问话 他十分警觉 我说那个路线是怎么来的 他说那路长的 孟建平有心脏病 之前听过 吃路心治心脏病的说法 他心动了 我说你这个确实是路长的 这个我百分之百打保票 那天我就连鱼带路心都买了 那路心是六百块钱吧 那你吃了就是有啥感 没什么感觉 我现在还是每天晚上睡觉 他说床头那个旧行丸是一直搞着 出门的时候都一直揣着 没事 在床室夫妇的蛊惑下 孟建平违法了 2022年11月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但和记者说起购买路心的经历 孟建平心里依然十分懊恼 这事发生以后我挺合悔的 不管是什么野生的 什么饰样的 不站边就好了 咱们做一个邻居 你保护野生动物的话 人能有责任嘛 是吧 你吃了等于你也是一样 别去触碰这个法律底线 我心里现在明白了 在这起案件中 厨师案的被告人 不少时刻也受到法律的制裁 为什么他们所犯的罪名 也是危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根据我国刑法第341条的规定 收购珍贵宾威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行为 也能构成危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 这里的收购是指以盈利 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 这里的自用是指行为人 购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以自己使用为目的 这里的自己使用 既包括日常使用陈列摆设 也包括实用 在本案中 时刻以实用为目的 购买野生梅花鹿制品 触犯了我国刑法第341条规定 涉嫌构成危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本案中被告人郭来臣 不仅协助王平猎杀了三只梅花鹿 他还是一名复案在逃 25年的故意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对于这个违法行为 在追诉时效上有没有限制呢 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解析 根据我国刑法第88条的规定 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国家安纪权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 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 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在本案中 郭来臣因25年前故意杀人行为 被侦查机关列为逃犯 其违法行为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如今在邻居依然有不少人心存侥幸 以为偷偷溜上山 打个野味 罚个树木无人知晓 就像本案中的当事人王平一样 可随着人们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崛起 这种不法行为 即便是在深山 也难以隐藏了 不法之徒胆敢乱伸手 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